今日嘉宾云集 让我们欢迎文华妇产科院长张兆荣医师 新传奖得主陈吉山老师 歌唱家宋童轩老师 中山国中文教基金会秘书长 刘邦梅老师 刘邦梅老师不好意思 还有我们的典长家许瑞坚老师 我们的典长家熊玉贤老师 永续宝金执行部总 孙佩军老师 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协会理事苏晓月老师 苗松艺术高中副校长吴归热老师 全世界鸿门联盟中华说会艺术总监吴正明老师 市议员候选人秘书 蔡宁申老师 台南新闻学会理事长王巧元老师 泽河海洋生记林明平老师 贝传媒记者侯永宁老师 贝传媒记者侯永宁老师 我们现在有请主办单位演员 张老师 展老师 宋老师 以及各位来宾好朋友大家 王安大家好 很开心 今天有我们举办感慨音乐会 我們這次主辦的支持臺灣古典藝術基礎教育活動 主要是以臺灣藝術大學陳志成校長所提出的 串臺臺灣藝術產業鏈這個理列為基礎舉辦 剛開始的8月份我們邀請臺南藝術家林宏涵董事長 捐出版圖作品一幅萬元 依賴一位雲林鳥松藝術高中學習古典藝術的學生南武漢 很開心的就是8月7號首場就有50幅的作品被各界人士所點藏 9月25號第二場的時候除了林宏涵董事長的作品之外 又有更多藝術家參與這次的意外活動 其中有致力於古典音樂改善現代 新芒的世子惠的張兆龍總監提出的書房作品 還有新傳獎得主銅雕老師的銅雕作品 還有柳松藝術高中的校友所提供的寫實的藝術作品 一起參與這次的意外活動 到現在為止 就是到目前為止 100幅的作品已經有90幅被點藏了 你們是不是 不僅如此還有很多各界的藝術前輩前來分享藝術的創作經驗 而且也接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 尤其是雲林縣政府 就是在10月11號還特別邀請四位藝術家到雲林縣政府 由縣長來致意 頒發感謝狀還有點給田長家這部分 那就是我們每一次的活動規劃都是 就是都會邀請我們的母典藝術的舞蹈家 還有音樂家一起來上台表演 跟來賓一起分享這個母典藝術的美好 很高興就是大家一起 就是一路一起支持這樣的一個母典藝術 謝謝 下面我們有請2022年第26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新傳獎 終身奉獻的獎得主陳吉山老師為我們致詞 謝謝 打起来 我会比较紧张 我们张院长 这是我们的大伯手 大伯手就是想老想老一生 来 还有我们 发现 我有的不认识 就 所有的队宾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谢谢 我来这边是我们林同兰 林董事长邀请来的 因为我其实对我们这个 所有的贵宾都不太认识 很抱歉 来这边刚好遇到 隔壁我们这个张大伯手当院长 看他的这个棘子 有一个很好的风度 就觉得很不错 因为这个 在律令里边 有一次这个子洞 就问这个孔子说 老师啊 贫 而无惨 负而无交客乎 他说啊 如果一个人很贫穷 但是他不会惨命 不会逢营 还有富有的人 他不会骄傲 不会出大 这样好不好啊 孔子说 可也 贵作贫而乐 富而好利则也 他说不如 比不上啊 那个贫穷而能快乐 富有而能行为 何无礼节 能够真正为社会动达事的人 那么 在我心目中的林隆安董事长 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 张兆王 张院长 我想就是这样的人 富而好利 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因为很多事情的推展 一定要有财力 比如说今天 我们要支持这个 台湾五年艺术基础焦虑联展 其实这个很需要 社会很多富而好利的人来 共同来去完成这些事情 刚好有我们林董事长 我们张院长 这样出来 很乐意的来帮我们国家 帮我们社会做这种事情 当然呢 我们都非常非常地高兴 我们希望将来会有更多 更多的富而好利者 来共同来推展这个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艺术 就会绵绵相传 跟我们续相传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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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老师请先留步 那老师今天要赶赞给 那个小宋艺术高中 一个感谢状 那我们正书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小宋艺术高中的 副校长 胡锐 校长 无论 好 还有以及我们的宋姑蝗 宋老师 老师捐赠了三十分 老师给了三十分 谢谢 谢谢 各位来宾 大家好 这是午安 高梅 似乎的学姐 我们是男士忠 他也是男士忠 非常感谢 还有我看到明德小蔡 还有各位 张院长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这本书就是大福展示 其实是原来我们不了解 有这个学校这么优秀 昨天听我们执行长 策长人他在讲 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就证书三十分 给这些艺术高中的学子们 因为我觉得艺术除了艺术的创作以外 这里面有文化跟艺术融合在一起 在这本书里面 他是主要写的大福展示 他写的就是要表示 对人生奋斗激励的一个故事 有一种启发 然后他里面有五个章节 有除了老师跟并魔生死交关 之后他努力了于建道 努力于书法 努力于创作 努力向我们就用歌唱艺术去推展 我们属于台湾的这个精神 跟中华文化的艺术跟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许会对这些学生 对学生能有很大的助益 那也希望各界跟我们多多的推广 让我们的中华文化艺术 更好 更幻愿 更深 更久远 这样 好不好 谢谢 希望赞助你的帮助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本来没有准备说要来这边致辞 那纽松艺术高中 本来今天是由我们校长 张凯和校长要来 心自然 请来跟各位致意跟打谢 那因为今天他实在编身法术 还有其他活动要参与 所以都指派了 方向副校长来这边 跟各位来表达这个敬意跟谢意 那很感谢陈老师 松老师 还有在场的各位艺术文化界的先进前辈 为这个古典艺术教育的这个知识 在台湾古典艺术这个部分 现在基本上还不是主流 那为什么你要从艺术高中呢 要走这个方向 因为有感于古典艺术 对我们这些后进 这些学生 他的这个品格 新兴的体制 是非常非常有注意的 有重要的帮助的 尤其台湾在这几年 这种COVID-19疫情的影响 整个社会人心的浮动不安 真的只有这种艺术 才能够去安抚这个人心 所以说我们在美中这边 我们推这个古典艺术教育 已经推了十几年 而且我们走的是这一个 实验的艺术教育 这个跟现在台湾一般的 这种中学教育部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中学教育 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课纲 我们称作那个99课纲 我是九年一般的课纲 这个呢 他所有的课程规划都是被 教育部规定定时的 你要推这种艺术教育 真正走这种传统艺术教育的 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所以说鸟松这边呢 我们都走这种艺术的实验教育 它可以受课纲的限制 然后真正去落实这种古典艺术教育 所以各位从刚刚的这个影片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走这个音乐、舞蹈、美术 这三个部分 而且是真的是苦典艺术教育 他真的今天很感谢 那个二诚老师、宋老师 能够这一个把他一生的 这一个人生的经验跟历程 把他贯注在这一本书里面 然后送给我们 那我刚刚也是图书馆的馆长 所以说会尷尬 我就把他说到在我们读书馆的馆长这边 他叫我们师生多多来介练 来接受这个宣讨 最后再次感谢张照龙医师 还有主办单位 这个会长这边 还有各位艺术化的先进前辈们 真的很谢谢各位对物理艺术的支持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来这个运运水灵、鸟松艺术当中这边 来走一走 来我们樊宏的一带 来参观一下艺术教育 来感受一下古典艺术的这个分位 谢谢各位 谢谢 好不好意思 我终于去 其实刚才有翻阅 你们可以看看这本书里面 很有他的文学的内涵 因为他融入了书法跟建岛 还有探极 还有歌声舞蹈 老师把他的文学 历史都写在里面 他这些诸身 他所努力的 我觉得我不把它做出来 那会很可惜 你们说对不对 这个文化艺术 他也在装讲表 把我扛成 我们老死了之后 他就没有了 就被掩盖了 这不行的 对不对 在院长是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也各界 也给我们多余支持 我们市长 与局长 他们都非常的支持 那谢谢 谢谢 谢谢 刚才我名字讲到 我希望我们这个 苗松 艺术高中 将来更精进 更好 我们的表演场地 不止在这边 我们如果有社会 更多的像我们张医师 这位林宏曼董事长 这样的人来 那么让我们鸟村 高中的这个艺术的 这个境界更高 我们将来 可以到中国的北京 法国的巴黎 英国的伦敦 美国的纽约 来表演 要来展演 你说这好不好 好 欢迎来推演 谢谢大家 我在普通一句 后来想到 因为我们歌唱艺术学会 推展台湾歌谣 已经20年了 我们小蔡都知道 我突然有想说 明年我们再转唱20 我们可不可以 见证我们学校 刚才我看到他们 那些舞蹈很感动 是不是 明年我们都藏在 文化中心演艺厅 做一个大型的公演 是不是可以 见证学校来帮忙 把这些文化艺术 我们唱歌 他们舞蹈 还有各种老师书法 把他整件 甚至是见到都可以 你们觉得好不好 谢谢 阿院长也跟我 多与支持 好不好 谢谢 可以吗 校长 给他们的表现 谢谢 谢谢 这本书里面都有写 20年代 我们做过一圈多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三位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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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